TJMAX是大家都爱逛的折扣店 除了能用低价格买大牌之外 还可以买到很多性价比极高的商品 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TJMAX的购物攻略 开始之前别忘了点赞或者订阅我们的频道 1.TJMAX的最佳购物时间 每天都会有新货被运送到TJMAX 但是减价商品和库存货的甩卖 总是集中在周二到周五进行 所以才说周三早晨是最佳的减漏时间 这个时候这一周的减价商品非常齐全 可以让大家在东西被别人抢走之前任选 2.注意黄色价钱标注的商品 如果你看到商品上贴有黄色价钱 这说明该价格已经不能更低 不会再降价了 因此如果你看到你喜欢的产品上有黄色价钱 别犹豫快抢 3.搞清TJMAX标签的门道 当看到TJMAX价格标签时 右上角顶部的正方形中的数字 表示该商品进货的月份 清仓价贴纸是红色的 它的最后两位数字表示该商品已经减价的周数 当你发现两件商品进货月份是相同的 可是其中一件商品降价周数相比要早 那么你可以把这件商品带到客服处去询问 问问该商品是不是错过了降价 如果不问的话直接带到收音台 价格是不会在收款时调整的 4.在店里多转转 在TJMAX里同一款商品可能会分散到商店的不同角落 因此会出现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价格 你在选定商品后记得多去清仓区也看一下 没准手上的清仓区也有一件 而且价格更优惠 5.Price Adjustment政策 虽然现在不少商店都提供Price Match政策 然而由于TJMAX商品来趋太快 所以它家并不提供这项服务 但是如果你的产品是在30天内购买的 而你还没开封使用 商家会接受退货 6.店内有5%的商品有瑕疵 TJMAX对这部分商品的折扣可是相当可观的 清仓区很多都是这样的商品 然而损坏却并不严重 如果你不在乎这些轻微的小瑕疵 那你就能省下不少的银子 7.嫌梅西和Nordstrom太贵 到TJMAX里找找看 同样一款包包为什么梅西卖358刀 TJMAX卖199呢 据说梅西跟品牌商会有一个类似的退货协定 虽然梅西以较高的价格买了产品 但是如果货没有全部卖掉 梅西还会把剩货退给品牌商 并且收回剩款 而TJMAX则许诺不需要退货 卖不卖的出去他们都照单全收 所以这也不难解释这个价格差了 8.别忘记食品区 别以为打折的食品都是过期货 TJMAX的质量可是非常有保障的 所以你常常可以用一半的价格买到还不错的食物 像零食 巧克力 咖啡等 9.宠物用品的价格低 TJMAX大概可以说得上是宠物主人们的天堂了 这里最超值的商品要算是宠物床 价格比同类商店里的要便宜至少50%以上 10.The Runway 有一些TJMAX的商店里会有一个名为The Runway的区域 这里充满了高端设计师的作品 想要买大牌的小伙伴 不妨从这个区域里面多淘些好物 11.TJMAX也能网购 除了实体店有很多让人惊喜的优惠以外 TJMAX也有官网可以在线购物 方便在家里的小伙伴 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心仪的商品 12.TJMAX每年两次的清仓灰类大甩卖一定别错过 TJMAX因为本身价格已经很优了 因此一般不会搞特别的促销活动 但是每年的1月和7月是个例外 因为这两个月都面临换季 因此一定会有大量的库存甩卖 大家记得去简陋 以上就是要给大家分享的TJMAX购物攻略 希望能帮到大家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请点赞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